米白色的房子上头明显用铁皮夹盖 长高了两层楼看似豪华壮观 但却被隔壁的王先生检举 侵占到他的房屋土地 甚至没留防火空间 地震时两栋房屋的连接处 更整块军裂 下雨也跟着漏水 导致王先生的八个套房 没人赶租损失惨重 他的围建 他的水全部都往我这边灌 为了这个漏水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还要做这个防水 甚至他上面的铁皮屋都 都抄到我的地界了 王先生的房子就在新竹市金山街 因为临近新竹科学园区 这附近被称为竹科新手村 是许多年轻工程师租房子的首选 但违法加盖的屋主也不少 我们通常一户25坪 大概只有八间 如果违建的 大概都可以盖到二三十间 所以现在园区的工程师 都共用一个电梯 所以他们住在金山街是非常的危险 许多房东为了谋取利润 违建盖不停 在分割成小套房出租 以金山街来说 违建列管拆除2014年至今 已经列管三百零六件 2015到2020拆除三十六件 2021到现在也在拆除了近二十件 虽然被王先生指控的屋主尚未回应 但新竹市都发出表示 一定在三月将他任命为违建 会依规定拆除 其他会在金山街的违建 锁定楼层高的建案优先处理 来确认民众住的安全 华氏新闻业余娜庄名宪梁洪志新竹报导 你好我是宋彦明 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另外也可以上LINE贴图小铺 来购买华氏主播的官方贴图